国产的红楼果口感香甜 质地细致 近五年来生产面积大约是两千八百公顷 平均产量规模更是上看七万公顿 主要栽种品种是红肉种 但是我国是果实营疫区 日本却是非疫区国家 因此红肉的红楼果销售日本受到限制 现在在历经八年的努力 日本也终于对外公告 我国红肉种红楼果可以输入日本 首桂六公顿完成检疫处理之后 终于迈向日本 首桂一百箱总共六公顿的红楼果 完成检疫处理要外销日本 这一段路实在不简单 我国是果实营疫区 日本为非疫区国家 红楼果销日受到限制 我国于106年向日本提出后 历经日本派调查官来台进行检疫 沙虫试验认证 举行公厅会等等诸多程序 历经八年努力 终于我国红肉种红楼果可输入日本 期待红楼果能够再造蜂巢 国产红楼果口感香甜 质地细致 近五年来生产面积约2800公顷 平均产量规模上看7万公顿 主要栽培品种为红肉种 首发红肉红楼果将抢占日本一年约1600公顿的消费市场 迎战越南白肉红楼果 我们很有信心 能够把我们的占比能够拉到30%以上 我们才能够对得起大家 对得起我们的农民 在各单位的努力合作下 台湾红肉红楼果迈向日本 也在大家的见证下 迈出行销日本及国际舞台重要的里程碑 记者中部藏伙党 谢谢大家